明星有做身材管理的时候还好,一旦发福就真是很灾难了 就来说一下有着韩国国民初恋称号的秀智 最近还真的胖了,出现在机场 平时的巴掌脸现在都变大病脸了 被关以长腿欧巴和国民老公称号的李敏告 要颜值有颜值,要身高有身高,也是帅气的无以复加 所以万千少女都为之疯狂 但,长胖之后的李敏告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高清镜头下,李敏告整张脸都挂满了肉肉 敏嘴一笑,脸上明显分层,从视觉上来看 整张脸都变得格外的大 之前影儿在出演千山木雪的时候身材很胖 当时因为身材影儿备受大家争议 因为身材影儿也是压力很大 之后的影儿决定减肥 减肥成功之后影儿形象大变 不仅是身材纤细苗条 整个人更是十分优雅自信 感觉更加青春少女了 小猪罗志祥的这个称号 就是因为以前很胖 所以被称为小猪 减肥后的罗志祥气质大增 净险气场 整个人看起来干净有神 从路人到男神 就是减肥这么简单了 不幸而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吧 为了拍戏增肥后有成功减肥的他 完全判若两人 好蕾版的十三姨 貌美如花 身材更是玲珑有致 但是看到这样的好累 好强势 好壮哦 韩国女星宋慧桥 一直以来不知道大家 总之我的眼中她一直是女神 虽然胖胖的女神也很可爱 但还是瘦下来的她更美 贾琳从百变大咖秀到现在的王牌对王牌 一直是我们的开心果 不过小编想说 林亚 咱们瘦的时候这么文静可爱 咱减肥吧 瘦下来还是一条汉子 如今帅到爆的魏大勋 但是看到他早年间的照片 你喜欢这样的他吗 看到这样的周杰伦 我只想弱弱的问一声 你到底是喝了多少奶茶啊 绕地球几圈了 这是L 我想应该是特大号XXXL才对吧 铁达尼号里的杰克阳光帅气 不知迷到了多少少女 但是看看现在的她 好像问她你把我的杰克弄哪儿了 所以千万别说人家是胖子 说不定瘦身成功后都比你好看多了 减肥堪比整容啊